这政府到底有没有听到呢 卫福部长陈时中一直说 这新智上路之前将会复原派美去茶厂 但甚至在19号上节目的时候也再次强调 但是卫福部的次长石崇良23号接受了直询 却深深这受到疫情的影响 赴美茶厂还在洽谈当中 更改口打脸陈时中说 海外的茶厂并不是必要的条件 这让国民党质疑 台美经贸会议都派人去了 怒批卫福部政策转弯说法 前后根本不一是在创双簧 在1月1号以前一定要进行茶厂完成 而且要有公开的透明的资讯 给我们的人民吗 对 信誓旦旦明年元旦前一定要茶厂 卫福部长陈时中话虽这么说 但就保证保鲜期却只有短短4天 就被自家人一拳打得脸种种 我们对于猪肉的进口的相关的规范 那么海外茶厂不是必要的条件 通来自卫福部 怎么换个人就像唱双簧 答案180度变得不一样 8月就宣布莱猪要进口 却称美国疫情严峻 拖延茶厂进度 但台美经贸会议照常开 经济部政务次长陈正琪 照样去美国 为莱猪赴美实地茶厂 却是一拖再拖 更被质疑该不会就这样来个茶厂法夹弯 没有什么转环 从头到尾我都一直讲过 一直在洽谈中 那基本上对于茶厂 再去看这个场面的安全卫生 这是我们既定的方向 部长程序中急澄清 却也没把话说死 莱猪开放前的茶厂承诺 似乎快变空谈 对比马政府时期 对美牛的山馆无卡 国民党怒批 还有什么理由不茶厂 政府说法反复 绝对没有办法认同 承诺了要茶厂 就后来才发觉说做不到 而又不能面对国人 讲说他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说就派次长出来 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那为了回应民意 我觉得有一些改变 是可以发生的 大家都还在努力当中 在野党的指教 以及监督 会让台湾的食安变得更好 从上一回 另位次长薛瑞源 称地方食安自治条例 不检讨 明年将直接无效 到这回石窗梁对茶厂改口 秋豆才落幕 说过的话就被全盘推翻 程序中的左右手 是拆穿谎言 还是眼看莱猪进口定了 干脆实话直言 只有程序林玄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